穿白色中山装 亲自挥好 写下真台湾三个字 强大台湾精神 不过绿营觉得很奇怪 怎么马总统总老是到选举 才会想到台湾 挖苦马总统平常就要多讲才对 谈政治的时候 我们更不曾分颜色 刻意抛开蓝绿 马总统穿得一身白 挥好写下黑色的毛笔字 真台湾 台湾是我们的家人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台湾出现第一次 你我的身体里为子孙奋斗的台湾精神 第二次 台湾精神是你我依靠的力量 第三次 永远的台湾精神 第四次 再加上字幕才不过两分三十三秒的影片 台湾前情后后出现将近十次这么多 只要马总统在讲台湾 爱台湾 华晨辉也是台湾人 你就知道那一定是广告 走不出去的原因是 总统你对台湾这两个字 你在国际上你讲不出口 民众都知道马总统 你有很浓厚的一个中国情怀 你现在开始在讲台湾 马总统平常就该多讲 没有必要因为选举而毁了这些不同的价值跟信仰 也没有必要为了选举来撕裂台湾 选前倒数马半推竞选影片大打台湾精神 不过绿营反凤 每每到了选举 马总统才有勇气大声喊出台湾 民事新闻 最后报道 有人说鲨鱼是海中霸王 不过如果碰到鲨鱼